阿扎尔对日本防线持续施压,北京时间7月3日2点,顿和潘罗斯托夫当地时间2日2.1点,2018年世界杯8分之1决赛第6场比赛,在罗斯托夫球场展开角逐, 比利时3比2先胜日本,原口原气和潜贵是5分钟连入2球,维尔通亨和费莱尼6分钟连入2球颁平,查德里第94分钟绝杀完成逆转,这是两队第6次交锋,日本2胜2平一副烧战优势,比利时仅在去年11月的热身赛中一球小胜日本,卢卡库进球,两队曾在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交手, 双方2比2严合,比利时主力球员回归,同小组在大圣托尼斯的首发阵容相比,马丁内斯仅用孔帕尼替换伯亚塔出场,日本同样派出,与斯伦,占平赛内加尔相同的首发阵容, 日本球迷挂出大空翼海报,比利时首发11人日本首发11人开场近55秒,相川真思禁区湖顶外左脚近射稍稍偏出右侧立柱,日本在对抗中不弱下风,他们利用船空与比利时抗衡,昌紫园30码外远射偏出,比利时15分钟后逐渐进入比赛节奏,恐怕迷进攻脚球时, 原点,在大破永野干扰下射近角偏出,莫尔腾斯传球,卢卡库近区边缘转身抽射,被常有又都挡出底线,卢卡库错过机会莫尔腾斯右路传中,卢卡库小近区边缘,在吉田玛叶防守干扰下错过射门机会,阿扎尔和莫尔腾斯连续传球,得布劳内近区边缘射门被挡,随后,阿扎尔,左路近区边缘近射,被穿倒, 永四扑出,恐怕你脚球混战中原点勾回皮球,穿倒永四也被撞出底线外,但并无比利时球员包抄空门,恐怕你抢